各位主内的兄弟姐妹 你们好 你是否常常为了生活中的大小事 而担心忧虑呢 让今天六月十九日的每日圣言 陪伴你祈祷与反思 依靠天主 现在让我们静下心来 聆听这一段圣言 玛窦福音第六章第二十四至三十四节 那时候 耶稣对门徒们说 没有人能侍奉两个主人 他或是要恨这一个而爱那一个 或是依附这一个而亲父那一个 你们不能侍奉天主 而又侍奉钱财 为此我告诉你们 不要为你们的生命忧虑吃什么或喝什么 也不要为你们的身体忧虑穿什么 难道 生命不是贵于食物 身体不是贵于衣服吗 你们养观天空的飞鸟 他们不播种 也不收获 也不在粮仓里囤积 你们的天赋还是养活他们 你们不比他们更贵重吗 你们中 你们中谁能运用思虑 使自己的寿数增加一轴呢 关于衣服 你们又忧虑什么 你们观察一下 田间的百合花怎样生长 他们既不劳作 也不仿之 可是 我告诉你们 连萨罗满 在他极盛的荣华时代 所披戴的 也不如这些花中的一朵 田里的野花 今天还在 明天就投在炉中 天主尚且这样装饰 信得不落的人啊 何况你们呢 所以 你们不要忧虑说 我们吃什么 喝什么 穿什么 因为这一切 都是外邦人所寻求的 你们的天赋 远晓得你们需要这一切 你们先该寻求 天主的国和他的义德 这一切自会加给你们 所以 你们不要为明天忧虑 因为明天有明天的忧虑 一天的苦 足够一天受的了 感谢天主 给我们的这一段圣言 接下来 让我们听一听 试经小帮手 你今早醒来时 想到的第一件事是什么 它怎么影响了你的心情 以及面对一整天的动力 其实 我们人 心中常常挂着 很多焦虑和不安 这些事 可能与我们所爱的人有关 可能牵涉到 对我们重要的事件 也可能包含 对未来的不确定感 一般人遇到这些事情 就会试图想去控制它 把这些人 事 物 紧紧地握在自己的手中 按照自己的期待和方式处理 但今天的福音 却告诉我们 不要为你们的生命忧虑 吃什么或喝什么 也不要为你们的身体忧虑 穿什么 难道生命不是贵于食物 身体不是贵于衣服吗 天主 天主邀请我们 在生活中的大小事情上 都依靠它 那么 什么叫依靠呢 虽然 天空的飞鸟不播种 也不收获 但它们需要飞翔 以便看到天主 为它们准备的虫儿 虽然 百合花不劳作 也不仿之 但它们也需要生长 以便美化草地 依靠 不是守株带土 什么都不做 希望有奇迹发生 天主邀请我们 依靠它 是要我们与它一起合作 在日常生活中 寻求天主的国 和祂的义德 因此 面对生活中大小事 我们虽然心里还有担心 但 我们还是继续地 努力学习 工作 爱人 天主自然会为我们准备 所需要的日用粮 因为祂远晓得 我们需要这一切 也会加给我们的 当我们能够区分 我们的需要和想要时 我们会发现 我们的担心 也会减少了 因为实际上 我们已拥有了 所需要的东西 需要的恩宠 请品尝圣言 莫想自己 把生命中的担忧 放在天主的手中 等待祂带领你去 面对 也在生活中 火出圣言 把你担忧的事情 写下 哪些你能付出 努力争取 哪些得交给天主 最后 让我们全心祈祷 主 请给我信得的眼光 在日常生活中 看到你为我提供 所需要的 阿们 这每日圣言祈祷 是来自台湾主言传教会 愿天主降福你 也愿我们能够学习 依靠天主 凡事交托 不为明天而忧虑 我们明天再见